988聚焦东盟 欢迎来到12月15号的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Citya新瑞 2020年快要结束了 如果要你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一点 你会用哪一个字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字数一叠年度汉字投选活动 今年迈入10周年的同时也碰上了疫情肆虐 因此呢今年的主题也跟疫情相关 除了把字数一年里的一字 从123的一改成疫情的一 专家团队选出来的10个候选汉字 也都是最能代表冠病之年氛围和精神的字 其中就包括了口罩的照 生命的命 瘟疫的瘟 豪宅的宅 惶恐的惶 灾难的灾 封城的封 误会的误 囤积的囤和关门的关 结果呢口罩的照字当选年度汉字 因为原本只是普通医疗用品的口罩 如今呢是已经变成了外出必备 甚至是成为战略物资 当然戴口罩呢 今天也成为了大家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这个习惯也相信会持续到明年 而我国这边同样也是迈入第10周年的 年度汉字活动不久之前也揭晓了成绩 疫情的义字最终已超过30%的得票率当选 华总会长吴天垂就表示 义字当选呢 其实反映出了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我国马来西亚甚至全世界的影响 而上个星期出炉的台湾2020代表自大选评选结果 疫情的义字同样也以三分之一的票数当选 也获得最多台湾社会人士推荐 因为今年全球不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 各方面都受到了疫情影响 造成前所未有的危机 至于由台湾旺报和厦门海西城报等机构 共同主办的2020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 则是由郁闷的闷字高票当选 在40个入水汉字当中脱颖而出 台湾中华书学会会长张炳黄就认为 这个字选得非常的窃提 从会议字的角度来看 闷字就是一个心摆在门里面 人的心要是被门框住 自然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郁闷 很切合大家对这一年的心声 而日本呢 今天的年度汉字就是秘密的秘字 这个字其实也跟疫情相关哦 因为呢就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 日本政府提倡拒绝三秘 包括密闭空间 人员密闭场所 以及密切接触 那与此同时呢 今年的日本流行语大赏 也是三密这个字当选 还有十天就是圣诞节了 那今年呢 在疫情笼罩之下 庆祝圣诞节的方式 可能会跟往年不同 但是呢 在热爱圣诞节的菲律宾 就算碰上疫情 首都玛尼拉各商场 依然是涌现购物人潮 导致传播风险升高 对此呢 玛尼拉景区就开始加强部署警力 要求民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疫情扩散 那疫情会不会改变 你的圣诞礼物选项呢 最近菲律宾卫生部 就给当地人一个 他们觉得更好的 圣诞礼物选择 那就是送口罩和面罩 因为这可以帮助 预防新冠病毒传播 而当局就认为 一个更安全的节日庆祝 就是最好的礼物 那防疫用品 不只是最好的礼物 还成了圣诞树的装饰品 一般我们常看到的 圣诞树装饰 都是什么彩灯啊 雪花啊 星星之类的 但今年呢 就有人用口罩和手套 等等的防疫用品 来装饰圣诞树 甚至呢 是出现了一款 疫情主题的 特别圣诞吊饰 就是有两个 戴着口罩的 圣诞老人头像 消毒洗手液 还有2020字样 组成的一个吊饰 一推出市场 就非常的受欢迎 甚至还卖到断货 搞笑之余 其实也叫人不胜唏嘘 好了 今天就跟你说到这里 我是金甲心锐 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守住 直播吧聚焦东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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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